特别现在 你看那个 我们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为什么要到那边 你看 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 刚刚开章 你看那个米头经不是告诉我们吗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告诉这里佛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已经失界 就是说 西方极乐世界 到现在 才失界 说明啊 这个世界还很新 刚刚开章的 刚刚开始的 如果将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是什么身份呢 你知道吗 你是元老 如果以后人家隔壁问你 人家隔壁隔壁鄰居 你在西邦吉德世界有鄰居 隔壁人家问你 你什么时候到西邦吉德世界 我第十节我已经到了 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所以赶快去 赶快移民 将来你在西邦吉德世界 你是元老 以后他们来的是晚辈的 跟你身份的不一样了 我第十节我已经到西邦吉德世界来了 早点去早点好 是这个道理 所以偶一大师 为什么在这个弥陀经要解里面 讲了一句话 普劝三世众生 述求往生 以佛同命 以佛同命 一切一生成半也 所以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大菩萨 这些祖师大的 劝导我们 一定要快快移民到西邦吉德世界 什么原因呢 因为那个环境还刚刚开始 而且你的寿命 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 你一切的享受 也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的智慧 你的神力 你的道力 都是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为什么不去呢 这一生 说实在能够 遇到这个访门 真的不容易 能够相信 真的不容易 我们在这个地方 总有一天 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无论你有多长处 你也要避免不了 有生必有死 有死必有苦 那我们应当要 给自己能够很大的去思维 我为什么要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我这句名号就叫我什么呢 你要对这个宇宙的事实真相去了解 了解什么 不要过于执着 无论怎么执着 总有一天你也带不走 无论怎么多的财富 你也无法带得走 将来我们能不能生在 在这个澳大利亚国家 我也不一定 今天你能不能生在 在一个好的环境 也不一定 看你的业力 不是每一世能够得到人生的 那今生我们遇到这个法能 那我们要好好来珍惜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很多一些大菩萨都没有这个机会 求也求不到 那今天我们得到了 那你要好好珍惜 一切许愿 随喜功德 今天有赚多少就赚多少 今天有能够活一天 那我们就多念一佛一天 该做的事去做 一切许愿 最主要的 把西方极乐世界 放在我们的目标 那这一生 那我们就不白来了 你说对不对啊 真的 你说你耳里的有多孝顺 总有一天他也会离开你 你也会离开他们的 你的身边有多少钱 你总有一天带不走 能够布施的赶快布施 能够死的赶快死 顺便留一点点就够用就好了 吃也是那一两餐 对不对呢 不要计较太多 不要去跟人家争执的太多 最主要的好好念佛 那个是正确的 比什么更重要 那这个就是 保育大师在这个 弥陀经要解 把第一个信佛言 为我们简单的说明 希望大家能够 经过这个跟大家的讲解 能够增加自己的信心 我今天为什么要念这句名号 所以这句名号的功德 真的不可思议的 是无法去了解的 连涉利佛都没办法去了解 何况我们自己本身 只要大家老老实实去念 一生不改 一生不被动摇 使尽他替来念这句名号 那就正确了 你要听话 听话有福 听话的人有福 像师父都是这个 老师教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所以我有福啊 真的啊 老师教我怎么说 老师教我怎么学 就怎么学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 希望哲学